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阿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又是活祭节目的时间了 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神的真道 一起来探讨有关信仰的问题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用三个礼拜的时间 分享一个很特别 很美妙的主题 那就是恩典 恩典跟主耶稣的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有非常重要的联系的 我认为只有恩典才能更加确切的表明主耶稣降临所带来的信息 我是衷心的希望 主耶稣的降生能够带给你真诚的祝福和深远的影响 那当然了 这个希望会不会实现呢 完全在乎你自己所持的是什么态度了 只要你真心的领会 真诚的接受耶稣 打开你的心门 让他进来 那么你就会得到丰丰富富的 具有永恒价值的恩典 那么否则的话 你仍然会像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一样 心灵是空虚贫乏的 就我个人来说吧 耶稣降生的全部意义都包含在一个非常美丽深厚的词里面 这个词就是恩典 那同时呢 也显示出这样两个相反的情况来 一个是神无限的怜悯和恩典 另外一面就是人类极度的空虚和失望啊 这个星期 我打算跟你详细来谈论一下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 那首先呢 说一下恩典的确切的定义吧 恩典就是神给那些不应该得到 或者说不配得到的人的白白的赏赐 那这个定义呢 虽然不能够表达它真正的全部的含义 但是它至少已经被许许多多讲解圣经的人所采用了 那朋友 请你特别注意了 它的含义当中的白白赏赐的重要意义 那就是说 你不能够靠你自己的能力学问去赚取得来的 你也用不着这样去做的 你不用去为它去奔忙去劳累 那另外啊 神不单单是把恩典白白的赏赐给那些不配得的人 甚至还给那些不应该得的人 也就是说 当我们犯罪应该得到惩罚的时候 神却给了我们恩典呢 另外就是 恩典是整本圣经的重要概念之一 神应许给的恩典 有些在旧约圣经当中已经阐明了 但是要在新约圣经当中才全部的实现出来 在新约圣经当中 恩典这个词出现过一百五十次那么多 在新约圣经的书信当中 基督徒互相的问候 祝愿的时候 通常是使用恩惠平安这两个词 那或者是恩惠慈爱平安 这么三个词连起来用的 但是 不管怎么说吧 要想得到平安 就必须首先要想到恩典 那么也就是说了 真正的平安 它必然是来自神的恩典的 在新约圣经当中的一些书信的末了 大多数用愿神的恩惠 会常与你们同在这样的一个结束语 在这些书信当中 是我们学习如何的把福音的真理 运用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依据了 因此 从书信的开头和结尾 就证明了 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的实践 就是神的恩典的开始 以神的恩典同时做我们的结束 并且 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 不在神的恩典当中开始和结束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过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生活了 另外 我想跟你谈谈 恩典这个词 原文的含义 这个词原文 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一般都是与甜美和喜乐相关联的 在旧约圣经当中 有很多的地方啊 跟恩赐一起联合起来用的词句是 从某些眼光当中感到恩惠 那例如 挪亚曾经说 他从神的眼光中感到恩惠 这也是他在他那一代人当中啊 跟所有人的区别了 正因为如此啊 挪亚的全家也能够从神的眼光当中得到恩惠了 换句话说 恩惠跟我们注意的观看人的方式 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那特别是神的恩惠 就跟神怎么样看待人有密切的联系了 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美出自观看者的眼里 美出自观看者的眼里 恩惠正是这样的 这不是由人开始表达出来的 而是神首先表达出来的 当神用他的慈爱观看我们的时候 恩惠就随之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那朋友 是真有这样的事吗 你想知道 在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那我们来看看 旧约圣经民数记的第六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这里记述了当初神的眼光光照我们时 带给我们恩赐和平安 这是非常美丽的景况啊 神给我们的祝福就在其中了 而是给所有相信他的人啊 不论你是什么种族的 什么国家的人 就在圣经民数记啊 第六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儿 就说了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养脸 赐你平安 你看啊 这个地方确实有六个祝福啊 第一是耶和华赐福给你 第二就是神保护你 第三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第四 赐恩给你 第五就是耶和华向你养脸 第六就是赐给你平安了 那平安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朋友 这其中有一句啊 是神以往和今后要赐恩惠给他的百姓的 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他提到神的脸的问题了 那让我们把那一句话挑出来再单独的听一次 圣经上说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养脸 愿耶和华向你养脸 那因此 神的恩惠是在他养脸看望他的百姓的时候赐给他们的 从这句话当中可以看出来 神首先使他的脸光照他的百姓 那然后他的脸才转向他们 那就是神赐恩惠的一个过程了 所以关键在于神看望我们的方式上 并且从中还发出神赐给的平安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 神还要赐给平安 当然了 平安只有来自神的恩赐了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 是记载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末尾的 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的苦难 于是神就开始看顾他们 那我们来看看就有圣经 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过了多年 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 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色亚各所立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 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 当时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痛苦 陷于一种困境里头 已经无法摆脱这些困苦了 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神的恩惠了 神听见了他们的叹息和哀求 于是神就看顾以色列人 关心他们 这就是神的恩典 那特别是神饶恕了他们悖逆的罪 开始拯救他们了 但是怎么样开始拯救的呢 神首先是看顾以色列人 然后神的恩惠开始降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那最后在结束之前 我请朋友们跟我一起来看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也可以说是一段非常美丽的经句吧 这是新月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 圣经这样说 那次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 照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 战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这些神的应许 不美丽吗 你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 从神那儿得到恩惠和力量吗 这么一段美好的应许 他首先说明了 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 也就是说 诸般恩典都是由神所赐给的 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得到恩典的 如果你想得到恩典 你必须到神那儿去 因为只有神能够把恩典赐给你 其实我们在注意的 恩典能为你带来些什么呢 首先恩典使你成全 使你恢复力量 使你稳固和坚强起来 这就是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作用了 神看顾我们的时候 就赐给我们恩典了 这是白白赐给我们的 只要你相信他 那么你就像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一样的 白白的得到了神的恩典了 朋友 你希望得到这个恩典吗 如果你希望 请你打开你的心门 你请救主耶稣基督 到你心中来 做你的救主 做你生命的主宰 那救主跟生命的主宰 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救主是把你从罪恶当中 从死亡沉沦当中 把你拯救出来 那中国人有句话叫 忘恩负义啊 有些人呢 把救他的人成为救命恩人 有些人对救命恩人呢 是忘恩负义的 救了他的命 他就不管了 因此我就说 你不但要承认 耶稣基督是你的救命恩人 是你的救主 同时是你生命的主 他救了你以后 你要把你的生命 完全的交托给他 你要完全的顺服他 按照他的话去行 那么你就得福不少啊 永世享受不尽的福乐 在神的话语当中 应许当中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欢迎你明天这个时间 继续跟我分享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